我们知道你需要天分来进行色彩匹配 不过我们也知道仅有天分是不够的 在狗市我们的业务和你的一样 就是找到完美的匹配 怎样观察色彩 在哪里观察 以及怎样测量 这些都是科学 色彩科学的成果腐蚀结识 人的眼睛和大脑 能分辨出超过一千万种不同的颜色 这是个充分的理由 为何我们要找到正确的色彩 色彩科学始于大约三百年前 人们从研究白色光开始 之后不久 高市就开始营业 现在我们每年生产的缝纫线的颜色 超过十三万种 通过开创性研究 我们成为行业领导者 屡屡取得技术突破 并成为行业标准 你几乎能随处发现我们著名的缝纫线和纱线 你身上穿的 脚下踩的 有扭扣的 带拉链的 可以缝的 可以做的 起飞时搭乘的 甚至在火星上着陆时装备的 所有这些东西 很可能都使用了高式缝纫线 我们的现金技术意味着 我们能够反复地完美复制同样的线 全部信息都以数字方式 传递给我们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工厂 但我们深知 让我们的缝纫线与样品颜色匹配 对你至关重要 正确配色的唯一方法是了解人的眼睛 是怎样在光线下看到颜色的 各种波长的电磁辐射 无处不在 但我们人眼 却看不到它们 只有一小段 称为可见光谱的部分 是个例外 这个范围内的光波是人眼可见的 当初科学家研究这段可见光谱时 他们发现 其实它是由彩虹的各种颜色组成的 即不同波长的颜色 除了光之外 你还需要另外两个条件来看到颜色 一个物体和一个观察者 当光线照射到物体表面 然后反射回我们的眼睛时 就会引起人的颜色感觉 人眼内有几百万个感光细胞 能感受到三种颜色 红色 蓝色和绿色 但对于几乎无穷无尽的颜色组合 我们的分辨能力却因人而异 人的变色能力还取决于另外一些因素 例如每个人拥有的感光细胞树木 观看色块的时间 甚至 还与我们的疲劳程度有关 不止如此 由于颜色会随着物体反射回来的 光线的强度而变化 因此光线本身的变化会改变我们看到的颜色 由于以上所有原因 颜色不是恒定不变的 有时候 在一个光源下看起来完全匹配的颜色 在另一个光源下可能看起来不匹配 这种现象叫做同色异谱 改变光源 颜色会完全改变 鉴于颜色的复杂性 人们需要有非常精确的测量方法 来度量不同光源在物体上的反射程度 为确保完美配色 高市专家采用了一种模拟人眼的 叫做分光光度计的高科技仪器 来识别每一种颜色的独有特征 这意味着除非我们在正确控制的条件下观察颜色 否则总是存在这种风险 我们自以为看到的颜色其实并不对或不准确 如果你选择用肉眼 在随机光源下以不同背景和观察角度来比较一段缝纫线和样品 你可能会发现配色和颜色评估变得很不可靠 那么怎样才能正确配色呢 如果你遵照几条简单的指南来做 配色工作就会变得容易很多 首先使用一个专业照明灯箱和中性灰色背景 其次确保灯箱设定与零售商的光源规定 以及高式供应规格中表明的完全一致 第三 样品与缝纫线线要放在正确的角度观测 45度角 第四 记住要根据制造商的使用说明更换灯泡 纹湿度也会影响你对颜色的观察 因此正确设定室内条件非常重要 在高市 我们非常重视这一点 确保所有样品都在正确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分析 最后 如果你像我一样已经通过了孟塞尔100色旗测试 那么你对自己眼睛正确判断颜色的能力就会充满自信 高市缝纫线以精准的配色技术 以及在该领域内多年的实际经验为基础 如果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测定我们的缝纫线 你就会确信我们每次都能正确匹配 请应用色彩科学和我们的专长 这就是高市的完美配色 因为我们精通颜色